一般上我国的消费者要选择日系的小车 他们都是考虑这个 Vios 或者是 Yaris 再不然就是 Jazz 或者是 City 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市场还有一款 往往会被人忽略的精品名声门小车 它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试驾的主角 2020年是小改款的 Mazda 2 Hatchback 目前的 Mazda 2 其实是第四代的车型 在之前的车型跟 Ford 的演员非常的深 因为之前的 Mazda 是归属在 Ford 集团内的一个成员 因此它就用了 Ford 的资源开发了上一代的 Mazda 2 所以上一代的 Mazda 2 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双生兄弟 也就是这个 Ford 的 Fiesta 而在新一代的车型 因为它已经和 Ford 分道扬镳了 所以这个车型完全是它独立开发的 它在日本原本的名字叫做 Demio 在国际版叫做 Mazda 2 可是在这个 2020 小改款的车型上面 他们正是怀疑它的命名 不管是日本还是国际都叫 Mazda 2 而在我国我们一样有这个先辈版 或者是四门方车版可以选择 我们旁边的是白色 如果你要这个 Mazda 的经典魂金红 Soul Red Crystal 那个你要加价500块 那么这个 2020 年小改款的 Mazda 2 有什么改变呢 首先它在整个前年采用了最新的 Mazda 的家族设计 你可以看到这个头灯组从原本的尖锐变成了圆论 而这个设计看起来好像缩小版的 Mazda 6 另外它在这个水箱护罩上面也是很用心 你可以看到这些其实都是立体的 3D 的 你摸下去的话会感觉刺刺的 从远处看过去你会觉得这个水箱护罩的设计其实蛮特别的啦 也因此这个 Mazda 2 的辨识度还是很高的 这个车头设计也是我相当喜欢的一个环节啦 这个 Mazda 2 的小改款的头灯组还有一个细节改变非常大 虽然说在以前的小改款上面啊已经有这个 LED 的头灯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新的 LED 头灯组啊 它的内部的细节啊更为精致 看起来真的不像一台 B-Segment 小车应该拥有的细节啊 这个也是 Mazda 的这个车款一直以来都有的特色 它们都给到你非常非常超越同级的这个质感以及精致度 所以我相信很多喜欢 Mazda 的朋友就是喜欢它在这种细节上面的刻画 至于在轮圈的尺寸方面它和大部分的 B-Segment 都是一样 采用了16寸的轮圈 完整的尺寸是 185 50 R16 而且它搭配的原厂才是这个Dummel的轮胎 如果日后更换轮胎的费用啊 如果是节轮胎大概是在$230 到$270 一条左右 至于新轮胎则是$280 到$320 左右 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 B-Segment 轮胎的细节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败点看看我们之前做的这个 B-Segment 轮胎影片 虽然说车头的改变很大 但是因为它还是小改款的车型 所以我们看车侧 它并没有相当大的改变 它还是有这个鲨鱼区的天线 小尾翼 让它的运动感受看起来稍微强烈一点 你这样看你会觉得这辆车很迷你对不对 可是实际上啊这个 Mazda 2 的这个 Wheel Base 轴距啊在 B-Segment 的车款里面算大了 它的轴距达到了 2570 我们来看一看 Jazz 好像是 2530 而已 至于 Yaris 还有 Vios 是 2550 Proton Iris 是 2555 至于 Myvi 只有 2500 而已 有时可以看出这个 Mazda 2 它的轴距其实是很长的 引擎是这个 Mazda 2 的精髓所在 它采用的是 1.5 公升的 Sky Active G 自然进行引擎 包含了超高压缩比 双循传技术以及缸内支喷 如果说在目前的 B-Segment 里面啊 它的引擎应该是科技最高的那一具了 另外呢这具引擎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14 HP 峰值扭力达到了 149 Nm 其实这个动力数据啊 感觉并没有太出色啦 因为像是这个 Honda City 其实已经到了 117 HP 或者是 120 PS 的境界 由此可见啊这个高科技的引擎啊 它可能主要集中在这个 减碳或者是低油耗方面 再来一个特点啊就是这一个车 它搭载的变速箱是六速的自排变速箱 也就是 Sky Active Drive 在目前马来西亚的 B-Segment 市场中 很少的车子会搭载这个六速的自排变速箱 我们说得出来的应该都是 OC 车 例如说这个 Peugeot 的 208 还有这个 Polo 它们都是六速的自排变速箱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 B-Segment 的车口上面 采用六速的自排变速箱 很难免的会提高它的成本 但是 Mazda 还是给你了 我们看这个车尾的设计 基本上和小改款前没有太大的差别 它有也只是在一些细节上面做出点缀 最重要的我们打开它的尾箱空间 以微箱的容积来说 这个 Mazda 2 的空间表现真的没有太出色啦 它勉强就是放一两个行李箱 如果你是单身人士的话 这个行李箱勉强够用 如果是家庭的话 这辆车应该不能满足你的载务需求 只是 它还是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有这个六四分移椅背的倾倒 只是倾倒了之后这个椅背没有办法倒平 空间的运用性会有一点点压缩 而它在这个杖板下面 它也有配有这个 Spare Daya 不过它的 Spare Daya 是14寸的 不过 Mazda 还是很贴心的 给了一个这个东西 打风机 所以你有双重的保障 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很贴心的啦 内装方面 和这个小改款的车型之前比起来啊 我是没有觉得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啦 唯一感受得到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这个皮革上面 颜色不一样了 这一次这个小改款车型 它采用了一个 稍微带蓝色的这个皮革 看起来和这个中控台的纯黑的这个塑料材质搭配起来 有一个层次感在 感觉还不错 我很喜欢这台车的其中一个点就是它的内装设计 虽然说 B Segment 的车不能卖太贵 所以导致了这个成本的关系 一般上这个 B Segment 的内装啊 不会有太高级的质感 但是 Mazda 还是尽量把这个 Mazda 2 的质感做得非常的好 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边 大部分都是硬的材质 但是这个硬的材质让你不会有很强的塑料杆 然后在这边搭配一个这个皮革材质啊 根本就是画龙点睛 而且它在很多的小细节上例如说这边 这个 靠脚的地方啊 然后在这个冷气旋钮这边附近啊 放了皮革啊还有这个 Carbon Fiber 等等做点缀 让这台车的质感真的是 但是我可以说在目前的 B Segment 里面啊 质感应该没有多少辆车可以打败它 这个冷气旋钮的设计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环节 它没有跟这个时下的流行啊采用这个液晶屏的显示啊 可以显示温度风量等等 它还是给你很传统的这个旋钮就是 你要看这个温度风量都是在这个 旋钮上面看 不过 因为它的设计跟它的质感都很到位的关系 所以你看起来不会觉得它阳醇 这个证明了什么 这个证明了 就算你不要跟潮流 你不要用那个液晶屏的设计 只要你的旋钮设计做到美做的质感好 消费者同样的还是可以接受的 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到啦 这个马自达的车款 不管是236还是其他的车型 它在很多内装的这个部件上的设计 其实都是一样的 例如这个冷气旋钮啊 这个排挡杆啊 还有这个MZD Connect的旋钮等等 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马自达知道 以这种年销大概是150万的小品牌来说 压低成本是最重要的 所以他们就设计了一个非常有质感的这个配件啊 所有车系一起使用 这样一来它可以降低很多很多的成本 而且就算是在马自达2这样的这个 小型车上面啊 也可以带给你很好的质感表现 这个就是马自达的这个 Marketing的团队精明的地方 我们再往下看 这个马自达2竟然提供了这个CD的主机 在目前市场上啊已经很多很多的车不给这个CD主机了 但是马自达2上面居然还有 这个是让我非常惊喜的地方 虽然说我没有什么用 我们再往下看 它有一个SD卡的插槽 还有两个USB的插槽 SD卡是让你放置这个GPS的地图使用的 然后两个USB呢 一个是为手机充电 一个是连接这个MZD Connect的主机 因为它有Android Auto 还有Apple CarPlay 在支援这两个功能之后呢 其实这个SD卡的插槽啊 有没有都没有关系的 因为这个Waze跟Google Map 其实真的很方便啦 接下来再往下看这一个 它有这个Sport模式 也代表着这台车你可以切换到Sport Mode 在你有需要 在你需要偶尔去热血一下的时候 这个Sport Mode 可以帮助你不少 再来你可以看到这个座椅 这个座椅采用了这个 这个脊皮 还有这个皮革混搭的设计 做起来的这个 防滑性啊 这个包覆性啊 等等都非常好 而且 就连这个门板啊 都有这个脊皮材质的点缀 所以你可以看出 Mazda 为了这个内装设计啊 基本已经是不计血本了 Mazda 车款一直以来都以这个 GIMPAI 带 人马一体的理念来开发 所以这台车的这个驾驶姿势啊 你可以看到 非常的这个合理 你一坐上去这台车你会感觉到这台车完全就是为驾驶者而打造的 它不管是这个方向盘的旧手度啊 然后你前方的视线 还有你整个坐姿 都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 因此这台车你在开的时候你可以很enjoy它的这个驾驶乐趣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它的仪表啊 这个仪表其实还是采用旧设计的 中阶的那个指针啊 其实并不是速度 而是它的转速 如果你要看速度的话 它在这个右下角有一个小小的液晶萤幕 那一个才是真正的速度 至于两车的这个单侧液晶屏啊 它是显示这个 行车资讯啊 还有这个油耗啊 油表等等而已 最特别的是 这台车的正前方 居然搭载了这个 HUD 抬头显示器 目前的V-1000 车款里面 有谁有抬头显示器 在我印象中应该只有MASA 2一款油而已 如果还有其他的车款有这个抬头显示器的 欢迎你在影片的下方留言提醒我哦 记得我的一句话 如果你时常有载务需求 那么你千万不要考虑MASA 2 你可以看到现在是我的这个坐姿 前面是我平常驾车的姿势 然后我的身高大概是180 我坐下去你可以看 顶头顶脚 而且它的后面 没有这个冷气出风口 也没有USB 所以后座的乘客啊 在长途驾驶的时候 应该会不是太舒服 除非它的身高不高 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啦 就算是后座 它还是尽量的把这个质感做得很好 不只是前面的座椅有这个皮革加麂皮的混搭 后座的也有 而且在这个门板上面啊 它同样的也是有这个麂皮的材质 只是这个后座坐下去真的很不舒服啦 这一点我相信各位是真的要去考虑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要买这辆车的话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市驾环节 首先我要讲一下这个MASA 2的这个市区驾驶表现 或者是这种所谓的山路表现啊 这台车完全就是为这种 市区驾驶或者是山路而开发的车款 我相信可能这是因为日本本来就这种小路啊 山路比较多 所以它才会有这样的特性 你在市区驾驶的时候 你可以感到这台车真的是有一种感觉叫做灵动 非常的灵活然后非常的这个迅速 它整体的反应我觉得是相当的不错啦 在市区驾驶的时候啦 整辆车的这个转向反应非常的灵敏 就是 简单来讲就是可以方便你下来下去啦 这个是我个人 对车子相当注重的一点 因为 像是我们平常开车你都是以市区驾驶居多 可能你的市区驾驶大概是70% Highway只有30% 在市区驾驶方面这辆车灵不灵活 会很大程度影响你整个的驾驶感受 不过在这辆车我相信 呃 不管是男生 女生 如果你是市区驾驶多的话你都会爱上这辆车 这样的市区驾驶手感真的很不错 回转半径很小然后方向盘的这个转向很直接 楼动力以及很灵敏 这个变速箱真的是要大大的称赞 基本上我们在市区驾驶的时候很多时候会遇到走走停停的时候啊 我试过有一些品牌的这个变速箱它不大要推挡 所以导致你再慢下来过后你再加速 那个车辆的加速表现很慢 而这一个 变速箱 这个Sky Added Drive 的六速自排变速箱 它值得逻辑它的反应都很迅速 你稍微轻点一点油门它就会马上退档 所以这辆车给你的整体反应是非常的灵敏的 再来说一说它的这个操控表现 它的这个车身的这个刚性不错然后悬吊的支撑也够 所以你在很多那种山路弯道的时候 你转弯 它不会有很明显的这个body roll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地方 然后在山路行驶的时候啊这个因为变速箱也相当灵敏的关系 所以导致 这个车的这个动力响应很迅速 很少会出现这种爬坡爬到这个车子要死不死的情况出现 这个 这个 我真的觉得 Mazda 对这个engin还有这个gearbox的调教啊真的是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啊 虽然很多人说它你到现在还在玩NA engine啊现在是Turbo的时代了 但是它还是把这个NA的engin做得非常的好啊 其实你真的没有办法不去佩服它们还有这样子的坚持啦 然后这个悬吊确实是运动化 然后加上这个GVC Plus 的关系啊所以我相信后座的乘客对于这 你在跑山路的时候那种晃来晃去的感觉 它们应该会减低很多所以它们 应该不大会头晕啦 只是因为这个运动化悬吊的设定啊导致这个车子 你看我现在在这种达曼路行驶啊 达曼路其实的路况不会太好就是有一些比较凹凸不平啊或者是坑洞 或者是bump的关系之后 这个震动其实很明显一下的 因为这种震动的关系啊很大的程度会影响这个车子的舒适表现 等等我们试试看了上了highway之后它还会不会有这样的表现 不过以目前来说啊这台车我觉得最适合它的场景就是这种市区驾驶或者是山路 刚才我们试驾的时候有跑了一小段那个山路啦我觉得 在日系车里面它的操控算是顶尖 日系的同级车啦 因为这台车是hatchback 所以我就拿这个日系的hatchback对手来比 在同级的三台车里面啊 就是Mazda 2 Jazz 和这个Yaris 我觉得Yaris在这个舒适度上面会稍微胜过它一点 但是引擎的动力输给它 在弯道的灵活性两者是大同小异 如果和Jazz 相比的话 Jazz 的优势在于它的空间表现是比较好的 乘客做得比较舒服 然后它的悬吊也是比较舒适 动力表现 它可以和这个Sky Edge G1.5 相比 所以这个Jazz 的引擎也是相当不简单 三辆车如果直接比拼下来是各有千秋的 只是 你如果今天你的选择是你要很有个性 这个Mazda 2 就比较适合你 因为它确实非常有个性 如果说你是要这个空间表现比较好的 那么是Jazz 如果你是要舒适度 然后一定程度的操控表现 那么是Jazz 现在问题来的 如果三辆给我选 我会选哪一辆 我说实话我选不出 因为三辆我都很喜欢 三辆车都有我要的东西 在Highway 的这个驾驶呢 因为这台车其实并不是一辆 为这个高速巡航打到的车关 所以在高速空路行驶的时候 你可以感觉到 在110 之后 车辆会有比较明显的这个不稳定性 不过我很surprise的是 它这个引擎的这个储备动力还不错哦 后面在这两条有啊 然后在这个Highway 我要塞车 我要超车的时候啊 基本上你稍微一升踩油门 这个变速箱马上推挡 然后动力就来了 超车这个动作是不难的 我有点surprise是一具1.5的自然进去引擎可以有这样的动力的啊 不过我相信这个最大的工程应该是在它的这个六速的自排变速箱上面 这个六速的自排变速箱啊 换挡逻辑跟这个换挡速度都真的很快 基本上就是你油门一升踩 它就有这个相应的换挡动作了 这个变速箱 你真的要承认 MASDA 调教的真的是很好 不过在高速公路巡航方面啊 这一个 首先要吐槽的就是它的隔音 这个隔音其实并没有那么好 两个最明显的地方就是这个轮胎的噪音还有这个引擎的声浪 引擎的声浪是在你要超车的时候身踩油门 转速一上来那个声音就会很明显 这里轮胎的噪音是很多车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啦 虽然这个小改款啊 MASDA 官方有宣称就是他们有针对这个隔音进行改良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还是还有进步的空间 再来第二点要吐槽的就是这个比较运动化的悬吊让这个车的这个路感 整体都很明显 我就算是坐在前座的话我都可以感觉到这个车辆在稍微不平稳的路段 它就有比较明显的震动了就是弹跳 这个还蛮明显一下的所以 长途驾驶 你撇开这个空间表现不要讲长途驾驶如果这样的弹跳的话后座的乘客应该会很不舒服啦 可是这个没有办法这个有舍就有的 你要这个操控你就要牺牲一定程度的这个舒适表现 在试驾完了这个2020的MASDA 2之后啊 我会发觉它和它的主要对手一流说是Jazz啊或者是这个Yaris这样的车款啊相比 它拥有多一份个性 这个个性呢就让它导致喜欢它的人可能会比较小众一些啦 因为大部分的人买到这样子的车款啊讲究的其实就是实用性 这个实用性上面啊这个MASDA 2是欠缺了一点点 但是如果你真的喜欢它的话 你真的要去欣赏它的操控 欣赏它的这个人买一体的感受 这个是目前同级车款上面比较给不到的东西 我最欣赏它的就是它的这个引擎啊 只是呢 有时候在驾驶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引擎的隔音其实不是那么的好 如果和它的其他对手相比的话 它占不上什么优势 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这台车是泰国进口的关系 它不像它的其他两个对手都是在本地组装 所以它的价格真的没有什么优势 关于这一点啊其实我也去这个 查了其他市场的这个售价 在其他市场例如说台湾 MASDA 2的售价同样的其实也是贵过这个Jazz 还有这个Yaris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明白为什么在马来西亚这个MASDA 2会贵一些啦 但是 这个价格我们不会说它值得买 但是如果你喜欢它的话 还是可以考虑的 因为毕竟它现在还有这个 原厂给的这个5年free service嘛 你算算的话 其实这台车的售价 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贵 OK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试驾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喜欢这次的影片啊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哦 我是Ivan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记得啊我们下雨还在拍review 要多多support我们 你们下期待